印度方法的趨勢,它是放在我們的講義的後方 自沖田 前稱叫SCC Self-Compatting Concrete 1988年,鋼村浦教授在東京大學研發成功 過程中不用任動導師 沒有機會讓各位看影片,沒有時間 藉由自身的重力填到筆的角落 它有一些配比的檢測方式 有第一個叫攤流度試驗 叫流速試驗 這都要配比試驗 講義後方有期,看一下 這就是所謂它的實驗的儀器 攤流度試驗 攤流度就反過來,拉起來 拉起來是大拉拉時間 這到V型漏頭試驗 SCC檢驗第三種 第四,還有四個實驗 鋼筋煎氣通過試驗 由A槽流到B槽的時間 流過去的高度30公里以上 這是事辦的事要做的 全量通過試驗在施工的時候 仰白鋼筋 有半個車卸下 能夠通過障礙表示 它刺激會有動 這你看過醫師 我第一次看到CCC感動的掉眼淚 他當然就自己游到他的位置 很乖,很自動就把他拉到位置 不過它的難價蠻高 國道另外有做一些 好,OK 那GCC維尼筒剛剛大概提過 體積很大 注意它的最大的問題是水華熱 會造成裂縫 水華熱包含體積的變化 這要留意管控 各位可能比較少做到這個 那最終最終給各位一個總結 品質管理的目的就是 制度化、系統化、專業化 我這邊只能夠把專業化 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希望各位不管在哪個單位 都能夠各私情質 好不好 那我們的課程 今天大概就到這邊 有沒有什麼問題 時間剛剛啊 9點20